看不到路还要走路 小朋友们的眼睛蒙上口罩 两两一组进行挑战 安乐国小在百岁生日前奏曲 特地设计了这场BHEE的音乐会 孩子们的盲目进场 揭开了这场音乐会序幕 你没办法摸到那个东西 所以你没摸到东西 你就会觉得有点怕怕 很危险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 下面会有阶梯或是什么的 许哲成他本身是看不到的 那也透过这样的音乐传上过程 用生命传递生命 也让孩子去了解 有个正向的人生观 金融子弟 知名的市场钢琴家许哲成 改编多首快智人口的歌曲 《塞巴河》 《听欧欧》 都是由安乐国小校友 马雪龙大师创作 透过王贵琪老师的导读 让孩子们认识大学长 更来场震撼的生命教育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马老师 也就是我们大学长他编曲的《塞巴河》 接下来我们又再听一首《塞巴河》 这一首《塞巴河》呢 是许老师许哲成老师自己编的喔 做每件事情的时候都不要随便放弃 不会的事情或困难的事情 你都可以去问老师 看不见其背后的努力 是多么的艰辛 想要站上这舞台 是多么的不容易 《塞巴河》用一首首歌曲 说着安乐国校 杰出校友马水龙的故事 也用一首首改编曲目 说着自己的故事 我在想如果我看得见的话呢 我应该会最想要看到我的家人 他想要看见他的家人 老师问你们 你们看得见你们自己的家人吗 你每天都可以看得见自己的家人 那你要不要好好爱你的家人喔 校方精心安排设计 百岁生日的前奏曲是如此动容 今天许哲成老师到学校来 他会透过他的一个生命经历的分享 还有音乐的分享 让孩子来认识这个马水龙老学长 当然还有失声耳熟能详的卡通歌曲 在孩子点播的 Doraemon欢乐音乐声中 提前献上满满的祝福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